星期三的商榭大到要邀請大家 一起來跟我們15分鐘玩花草創意 有時候我們種一些花花草草 其實不只觀賞用 它也可以拿來有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比如說入菜啦 泡茶啦 這些都是大家想像不到的 另外有一些食材 可能你做菜冰箱裡面常常有用剩下來的 或者是你的院子裡面就是有種一些很常用到的食材 也用不完 採收不完 這時候我們可以多一些用法 讓你的生活更有創意 讓你的花草更有價值 今天在節目當中我們邀請到這一位 他非常會利用所謂的食材所謂的花草 來讓自己變漂亮 讓自己更健康 邀請到的這一位呢 是每次看到他真的都覺得好年輕好漂亮的有機美人 一起歡迎向學文 學文老師 大家好 文迪你好 學文老師有新書 是 這個有機美人送給你 我覺得就是學文老師喔 其實常常都是教大家非常非常多 就是利用這些食材來保養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美麗對不對 而且很健康 很健康 今天厲害囉 學文老師要教大家用的這個食材呢 是我們常常在做菜的時候會用到的 叫做魚圓衰 是 香菜 也就是我們講的香菜 學文老師家裡據說自己也有在種圓衰 是 實際上圓衰還滿好種的 而且呢它生長也還滿容易的 那我現在呢就先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我們的圓衰呢 大家有看我們有一些已經洗好了 但是這三個呢 學文呢特別留著 這個根我沒有掐掉 是 那實際上我們在洗圓衰很重要 就是這三個的根 一定要把它切掉 一定要切掉 為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把它分成一根一根的洗 對 因為實際上像它剛剛我們還沒有把它切掉之前 它這裡面其實很容易藏一些寄生蟲 對 那很多的時候大部分我們的圓衰或是香菜 都是做配菜 對 所以我們是吃生的 對 那所以呢如果我之前 就是灑下去而已 就是煮好湯 煮好麵 就是灑一點這樣子 是 那所以呢這個清潔是尤其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呢 我們先把火打開 今天學文老師要教大家做兩種的香菜料理 這兩種香菜料理其實它都是 這個我們用香菜 有時候不是只是 譬如說你供丸湯加一加 或者是餛飩麵加一加 不是 就是它可以延伸出來 很多不同的做法跟用法 好 我們現在在煮水的過程 那我們就先拿一些這個圓衰 香菜 那新鮮的我們先把它折成比較小段 我們就可以用果汁雞 對 然後我們就 直接把它打成泥嗎 我們現在可能先要把它炸汁 炸成汁 我們可以一點點水 好 來 小心 好 一點點水 一點點水就可以了 OK 其實圓衰它對人體非常地好 香菜我們有時候覺得它只是提味 但是它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是 而且這個香菜 我記得萱恩老師之前有跟我講過 他說香菜女生要多吃 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女生身體排毒 就可以利用香菜 其實我們就是很多人在吃 就是喝湯的時候 還不喜歡香菜的那個味道 還把它挑出來 對 還把它挑出來 但是沒有料想到 事實上你要把它留住 來 你聞一下 對 我剛剛其實就聞到了 就是香菜的味道 我們這個呢 現在先是炸一些汁出來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準備 我們待會兒的這個花草茶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微綠色的 對 有沒有 好漂亮的 有 好綠喔 清綠 清綠的 所以這樣子用 稍微炸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是香菜茶了 圓衰茶 對 等一下我們還要用煮的 還要再煮一下 對 我們先把它炸一些汁出來 那如果說呢 我們的這個炸汁機 它是可以完全的就是 把汁炸出來 就沒有炸也很好 好 那我現在呢 我把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青醬 就把這些呢 我們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煮茶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所以我等一下有一些 需要熱水泡 那我就先也把它 放在我們的這個壺裡面 所以 所以徐文老師這樣子的圓衰茶 是已經可以直接來喝的 還是說我要再兌一些水 讓它是 對 我會再用熱水 等於說我待會兒泡這個圓衰的水 再用熱水 因為我們的溫度是可以殺菌的 當然我們在洗的時候 一定要洗得很乾淨 那一定的 對 好 我就在我們的這個壺裡面 好 放一些 來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有一些等待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先把茶做好 所以其實泡圓衰茶也非常的容易 就等於說 直接把圓衰丟進去 然後用熱水 熱水 滾水 滾水就可以了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茶 放進去 那剩下來的這一些呢 直接 我直接倒熱水了嗎 是 直接倒 那我現在火已經快要開了 我們要做的這個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青醬 那青醬很重要的就是說 有一個綠色的 那青醬其實在這個 它的本來的文字 這個義大利文 Pesto裡面呢 其實是鴨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們要把所有的 不管我們的堅果 我們的蒜 我們的起司這些鹽 全部都是要磨碎 好 那但是呢 這個圓衰的部分 我就要先把它先穿燙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排毒 特別是它的除拱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我等水開了 我就要把它放進去燙 對 把它燙一下 因為實際上有兩個效果 一個呢 是因為它經過加熱之後 它的這個排鞏的效果更好 那當然第二個 就是最主要的效果 也就是因為 我們這樣子燙過之後呢 它的這個除菌啊 或者是潔淨的 可以更加的發揮出來 非常好 所以 薛環老師我剛剛已經 對了熱水到我們的香菜裡面 就是讓它靜靜的浸泡 對不對 大概要浸泡多久的時間 實際上大概五到十分鐘 好 就像我們一般泡茶的時間 所以等於我們就是 用那個果汁機 打開打了一些香菜 然後同時呢 也用熱水對開 之後再把這個熱水倒進裡面 它就是圓水茶了對不對 是 好 然後我們再回到清醬的部分 薛環老師已經燙好了 對 我們再汆燙這個 馬上就好了 我就把它先拿出來 其實只要稍微燙一下下就可以 是 就是汆燙 實際上這個會發現 它有很好的除拱的效果 是有一個叫大春會招醫師 是 那他怎麼發現 因為他發現他的病人 在吃完越南麵之後 感覺體力都特別旺盛 尿意裡面排出非常多的拱 所以後來他才發現說 原來吃了這個圓水香菜之後 他可以把我們身體組織裡面的 這個還有神經裡面的拱 全部結合 它們叫熬合 然後就從藥以後排出來 所以現在呢 如果不管說 像我們有時候為了漂亮 我們用的一些美白產品裡面 可能要含拱啊 或者是 其實現在很多醫藥啊 是 常常真的都會含拱 你不要說醫藥 重金屬 對 像我們就是 可能用個鐵湯匙啦 還要用個什麼 那個不鏽鋼的便當盒啦 有時候我們心裡也很煩惱跟擔心 是 前陣子就有啊 就是有一些媽媽用那個便當盒 然後就有驗出說含一些重金屬類 事實上這重金屬很重要 裡面就是 常常會殘留的東西就是拱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現在這個是汆燙好的 汆燙好的 鹽水我們就放進去 其實今天呢 雪文老師叫大家做這個青醬 它應用的範圍麵非常的廣耶 我們剛剛講說義大利麵裡面那個青醬 事實上你直接拿麵包 來把它沾下去也可以 雪文老師現在放的是 腰果 實際上在這個青醬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 它有很好的這個堅果的油 那這個堅果呢 我們放進去以後 它會有天然的這個植物油 而且呢還有很好的就會變比較稠 那我今天我放腰果跟杏仁 杏仁 杏仁 大利的杏仁 然後還有核桃 核桃 其實這個堅果類的東西啊 對人體都非常好的 放了一點杏仁 比例上面應該要怎麼樣抓呢 你喜歡吃什麼多一點 就這麼加一點 有的時候家裡沒有杏仁 沒有核桃 我們就光腰果 甚至說 家裡你現在有花生 其實現在是盛產花生的季節 那放一些花生也是很好 就是這些堅果類 那還有呢 最重要的這個Pesto的味道 青醬的味道 來自於這個 大蒜 那今天的這個大蒜呢 為什麼特別小粒啊 這個很特別喔 這個也是台灣的有機蒜 所以呢 我今天特別帶來給大家看 那通常我切大蒜 我就是把它後面的這個蒜 缺掉 對 它的這個 拿掉之後就很快 然後就丟進去了 那還有呢 就是我們有起司粉 起司粉 對 這個起司粉剛剛一倒出來的時候 就好香喔 對啊 現在有聞到蒜香了對不對 有 所以這個蒜 小小顆的蒜 它是台灣特有的種 味道很重 而且是有機的 因為我發現其實 很多的有機食材 它的用量其實不用多 小小幾顆 但是它的這個味道就已經很棒 就已經很棒了 所以我們放一顆就很夠了 對 其實這種 你現在應該已經聞到很重的聲音了 有…很重 等一下我口香常要多準備幾片 對 對 其實像這些青醬 它在我們除了就是說拌麵 或者是我們的沾麵包 當早餐 都是非常好的 都很好 我們一點點油 一點點橄欖油 是的 可以用其他的 譬如說葡萄汁油或者什麼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感覺上是 我…OK 我來看一下比例 那其實油呢通常我們可以稍微量一下 大概兩大匙 但是我現在我就是要用目測 它就是差不多到我們的食材一半 等於就是說你的刀子不會空轉 就好了 好 OK 然後… 鹽巴跟起司粉我們等一下再放 我們先把它攪拌好 好 鹽巴跟起司粉請稍後 二味請稍後 這樣子很方便耶 其實就是用果汁機打一打 而且實際上你可以現做 不需要說做很多做起來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做了一些啊 你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你想吃的時候 你再拿出來解凍 或者是說你再拿出來 就是利用不同的食材 跟它搭配都很不錯的 這顏色現在越來越漂亮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開義大利麵店嗎 就是紫麥青醬 可以 其實有耶 有很多都是專門紫麥青醬 對… 因為做起來很方便 我們這樣… 我們義大利麵店紫麥青醬 其他醬不賣 像我呢 我通常我不會把它打到完全的碎 我會… 留一點… 留一點… 因為實際上還有比較有口感 是 來… 來 先聞一下 好香喔 有了 修老師還沒… 還沒湊到我面前來 光是打開那個蓋子 打開果汁機的蓋子 我們來看一下 它已經變得非常的… 很綿密 綿密的感覺了 對 而且妳有沒有覺得 好像薄荷冰淇淋 有一點點 所以可以小偷吃嗎 可以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讓Wendy來幫我們放 這個鹽跟起司 我們可能要稍微用筷子剝一下 好 所以鹽跟起司的量 鹽跟起司是最後加 然後量的部分 差不多就是小半吃就可以 小半吃 也是看個人口感 是的 對 很香 學雯老師剛剛一打開的時候 而且這個綠色真的是好吸引人 對 我不知道說原來香菜可以做出 這麼鮮豔漂亮的綠色 因為當時我發現說 原水有很好的除拱能力的時候 可是我又發現說 好多人不吃香菜 對 因為它是配菜 對 然後又擔心沒有洗乾淨 就直接拿出來了 其實真的 因為以前小時候媽媽也會講 媽媽就說去外面吃飯的時候 兩種東西不要吃 一種叫做香菜 另外一種叫做九層塔 高蘸塔 是 為什麼 因為九層塔香菜 像外面的店家 它一買 我們一定一買都是一大把 那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會很仔細的去給它 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 可是你想想看那些做鹹酥雞攤的 那些做陽春麵攤的 他們每天那麼忙 對不對 忙成那樣 他們要洗菜的時候 它不會很細的去給你洗乾淨 所以它一定是一盆水這樣子泡著 然後要起鍋的時候就甩一甩 就是要的時候 要九層塔的時候 就沖一沖然後甩一甩就下去炸 所以媽媽就說 九層塔跟香菜兩種不能吃 但是妳自己在家是可以的 好 學文老師用的是海鹽對不對 是 海鹽灑一點 好 來 妳先拌一下味道 我要把它攪拌起來嗎 可以 好 然後妳試一下鹽味 那要灑起司嗎 待會讓妳灑 可以再多一點點 鹽巴 可是很好吃 就是那個 因為有的時候我的鹽巴 是會好香 我吃到了 我有的時候我會鹽巴特別放少 因為這個其實有的時候 你放 譬如說妳吃麵包 然後妳就可以這樣磨得厚厚的一層 然後妳根本不用擔心說 有什麼不健康的油啊 或者是過氧化這樣子 這個好棒喔 來 然後灑上這個妳一定會肚子餓了 就是加我自己適量這樣 對 妳就把它淋上去 妳甚至整碗下去都沒有關係 整碗下去會不會有一點 待會兒就很有熱量 太放縱了一點 好像太放縱了 好 試試看 好吃耶 其實這樣吃就很好吃了對不對 好好吃喔 就是不沾任何東西 就已經這麼好吃 原味把它淋到麵上 跟塗到麵包上那還得了 太可怕了 如果把它放到麵上的話 就好不吃喔